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收看今天9月26号的公事晚间新闻 实在很难相信 不到24个小时的时间之内 台北捷运的板南线 却接连发生了两起 民众落轨的死亡事件 先是在昨天网上在市府站 而接着今天早上在捷运的西门站 又发生了另外一起 警方初步调查研判 这两起应该是民众都是要寻短跳轨 而面对这样的事情频传 捷运公司计划 明年要再十多个 运辆比较大的车站 增设月台门 围起层层封锁线 台北捷运西门站 往南港的方向 上午发生一起民众落轨的意外 虽然近站的捷运驾驶紧急刹车 但这名落轨民众还是不幸被撞死 捷运公司立刻封锁现场进行调查 车上的旅客被迫通通下车 而原本要带小孩到中正纪念堂的妈妈 也只好改搭下一班车 龙三是我们进站之后才知道说 有发生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有在那边耽搁了一下下 警方调越月台监视录影机的画面 推断死者是一名60多岁的男性 而且从车头玻璃破碎的情况来看 初步判定可能是跳轨 不过这名男子身上没有证件 也没有留下遗书 意外真正发生的原因 警方还要做更进一步的调查 事实上不止西门站同样在板南县 周六晚间也发生一起疑似民众 寻短跳轨事件 捷运通车以来类似事件不断发生 捷运公司表示目前台北车站 中校复兴站及中运量的文湖线等 都有防止人员入侵的月台闸门 而即将通车的新庄卢州县也都设有月台闸门 另外市政府站国富纪念馆站 以及淡水线的原山站 也都加装了月台闸门 预定十月份可以启用 明年也会陆续针对运量较大的 15个车站增设月台门 捷运公司也提醒 如果有民众蓄意卧轨 妨碍行车的情况 可依大众捷运法 处1万到5万元以下的罚还 接着吴雅瑜 蒋龙翔 台北报道